也要來看到歐洲這尊民典疫苗 報告的問題 和法國疫苗中心停止穩住 也引起當地市長與疑似的不斷 英國有像阿斯特捷利康 和歐明 和日疫苗的保衛戰 歐明將來實施疫苗出口禁令 但市長也說這項禁令 連大影響到疫苗來臺灣的進度 這個法國巴黎十七区的疫苗 作成中心 建設真心 不過打開櫃本來應該是放疫苗的設備 所以是空空空 這組中心 原本案算每天 已經提供 即將做1200百新冠疫苗 所以臨時接受通知 沒有創作灰水疫苗 讓當地市長與醫生是很想起 澳洲便臨疫苗減少問題 因為灰水和莫德納暫時減少供應 灰水疫苗 結果會告後發過疫苗 也就近半期 在英國友情部阿斯特捷利康也表示 因為生產問題 以中在第一季度減少分配 給澳洲的訴領 澳洲是進不完 以後動用緊密英國退澳條款 現在新冠疫苗出口到北阿爾蘭 以備免疫苗外國阿爾蘭 邊境進入英國 這機動引起英國到北阿爾蘭的不完 數點之後 澳洲又緊急剔消這個 現在英國官員配平澳洲是錯誤 郭富表示 目前最重要的是 比較不對英國市民的訊落 後面的疫苗檢驗 影響到疫苗告臺灣的進度 原本暗算 阿斯特捷利康三月九月一千萬 幾月疫苗算緣地 有情指揮中心指揮官 但是中央正式 表示會進入參加黨中 記者總合報道